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又灼又黄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另一户居民家的水状况也相同 装到宝特瓶内一整罐呈现黄色 苦主慢是彰化大村像的居民 居民安装逆渗透过滤 短短几天滤芯已经变黑 直呼根本不敢喝 原来大村有部分居民 近两年才拉自来水管线 位于末端管户的住户 从上个月初发现 家中的水质变黄 大约有三十户受到影响 还有居民埋怨根本是次等公民 滤芯一两天就变色 对此水公司解释 全因为当地的水质含铁量较高 氧化后才会变色 希望能够保持广往的连通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停滞水的状况 自来水到末端后 囤积时间过长 造成水质变色 居民们只求尽快改善 打开水龙头 别再是黄色的 记者陈盛伟 韩志欣王百英 张花次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开水龙头 带下水龙头 走进去 变弹 步伐 走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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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行 走进去 走进去